8月9日,距离林志颖与儿子发生车祸已经19天之久 在事故发生之后,伤势严重的林志颖就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在此期间,林志颖因为粉碎性骨折前后接受了两场重要手术 肩膀部位还加入了钛合筋进行固定 索性手术进行得相当顺利 之前,台媒也曾报道,林志颖因为伤疾面部 因此需要接受颜面手术来修复容颜 这也意味着一直被誉为不老男神的林志颖很有可能风采不在 究竟能不能恢复到之前的容貌 一切还要等待林志颖的后续治疗情况才能判定 不过对于其亲人与粉丝而言 林志颖当下能够平安无事以及万幸 8月8日,林志颖的好友姚元昊在出席活动时透露 林志颖的病情已经得到很大好转 当下已经转到普通病房继续休养 与此同时,有粉丝惊喜地发现 林志颖本人特意空降超话亲自签到 这也是他车祸后本人首次空降 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给大家报平安 可以看出目前的林志颖不仅意识恢复 神志也恢复如初 能够与正常人一样浏览网络新闻和使用手机软件 据了解,林志颖在车祸之前就有签到的习惯 他睡前喜欢看粉丝发的动态和评论 本人在2020年11月就已经连续签到了一年 而在林志颖车祸当天7月22日他还签到了 而后一直断更签到 直到8月7日再次签到 所以可以断定签到的行为是林志颖本人而为之 林志颖在自己身体好转的第一时间 便火速给粉丝们带来慰问 可以看出私下的小智的确足够暖心 虽然他没有发任何动态 但用坚持签到的方式让粉丝放心 对粉丝而言已经很满足了 也都明白林志颖此举的用心 日前,林志颖已经脱离了危险期 伤势也在慢慢好转 只是关于此次事故的原因 官方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 这也从侧面说明 林志颖遭遇的这场事故 大概率起因复杂 需要相关部门进一步调查与考证 在调查结果未知的情况下 外界网友便展开了种种猜想 其中流传最广的说法 便是林志颖在开车之际 有可能没有系安全带 或者让自己年幼的儿子坐在副驾驶 目前官方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复 所以还是不要乱猜测 给林志颖及家人带来不好的影响 林志颖的好友 袁兆浩接受采访时也表示 林志颖一直是一位相当专业的赛车手 暗指林志颖不可能故意违规 所幸的是 一切有惊无险 在家人的照料与网友的关切下 林志颖终于转危为安 相信经历此节的林志颖 对生命会有更深层次的感悟 日后也会更加小心谨慎的驾车行驶 杜绝一切可能滋生事故的后患 最后也由衷希望 林志颖接下来的治疗也能一路顺利 也希望这次意外事故 不要给身为赛车手的她 留下过于严重的心理阴影 接下来说 林志颖伤势进展 受伤18天后 脸部手术仍未做 娇妻沉若仪日夜照顾 有网友发现 媒体都尝试联系林志颖的家人 或者林志颖的经纪人 想要获得更多有关林志颖伤情的情况 不过林志颖方都对林志颖的情况守口如瓶 不愿过多透露情况 目前可以了解到的真相是 林志颖已经完成了肩部的骨折手术 通过钛合筋镶嵌续节 帮助林志颖的肩部骨头恢复原位 并且由于手术成功 林志颖已经从ICU转到了一般病房 这一转变也意味着 林志颖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不需要再过分关注生命安全 只需要时间疗养 就能够一步步康复 只不过 虽然林志颖的肩部骨折手术已经做了 可是林志颖的脸部骨折手术却还没有做 知情人士透露 林志颖的面部手术 复杂程度已经超越了一般人的认知 一味不仅需要考虑骨头复微 还需要考虑到林志颖的面部容颜 甚至还需要有整容医生的参与 并不是一般的外伤手术 此前医生已经透露 林志颖的面部手术 需要将林志颖容貌恢复原形 这就不仅仅是将骨头连接起来那么简单了 如果不小心 极可能会导致林志颖毁容 面部不对称等等 所以林志颖在受伤18天后 她的面部手术依然还未做 也就是说林志颖目前的面部骨头还处于瘫痪状态的 不仅不能够做多余的表情 甚至连说话都是一种困难 不得不说 一想到林志颖原本英俊的脸庞 再连想到她如今受伤无法说话 就实在是让人担心 粉丝们都夜不能寐 希望林志颖能够早日康复 林志颖的娇妻日夜照顾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 林志颖在受伤后 娇妻陈若仪一直陪在林志颖的身边 日夜照顾 不休不眠 林志颖的兄弟看到这一场景 都纷纷表示心疼 可是陈若仪却坚持在林志颖身边照顾 不肯离去片刻 不得不说陈若仪的确是一个好妻子 为了林志颖 竟然熬了这么久的日子 日夜照顾丈夫 照顾病人是相当辛苦的 特别是对于林志颖这样不能够动弹的病人 更加是要无微不至 大到病情进展 小到吃饭喝水 大便小便等等 都需要有人照顾 可见陈若仪的日夜照顾 的确不是开外笑的 恐怕经历了这一件事之后 陈若仪肯定要销售不少了 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难当头 个子飞 可是也有一句话 叫做患难见真情 看来经历了这一次事件之后 林志颖的内心也应该深受感动 她当初果然没有看错人 陈若仪的确是一个好妻子 的确 林志颖身受重伤 在这样特别的情况下 林志颖的伤情就是一副招妖镜 能够借此机会 看清楚身边人的各种真面目 希望经历了这一件事之后 林志颖日后在驾驶车辆的时候 需要更加注意安全了 也希望林志颖能够早日康复 恢复不老男神的真正容颜 对于林志颖的情况进展 你怎么看呢 接下来说林志颖转入普通病房 经纪人说先让病人休养 好友替她叫居 最近很多人都打探林志颖老师的近况 最新的情况是 有消息说林志颖已经转入普通病房 不过对于这件事 经纪人没有直接回应 只是说让病人先休息 粉丝也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情况 第一个问题 林志颖最新状况如何 新金牌娱乐观察家知道 林志颖老师最近一直在医院 关于她的新闻不少 不过总体而言 林志颖一天天好起来了 最近有消息说 林志颖已经转入普通病房 综合之前的消息 这个消息很可信 其实这次林志颖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是 林志颖的颜值 会不会受到车祸的影响 毕竟她撞车的时候 面部肿胀了很多 对于这些猜测 经纪人不愿意回应 这次也只是顾左右而言她 只是说让病人先休息 第二个问题 好友说林志颖纯属运气不好 在很多人心里 林志颖一直都是知名赛车手 可是这次在马路上出了车祸 令人不解 林志颖的铁哥们姚元昊 替林志颖叫区 你看小智 他喜欢赛车这件事情多久了 然后他从事这运动时间更久 你看他也都很安全 所以我就觉得这真的是运气不好 看到这里 大家不尽心虚 为什么林志颖这么善良的人 会遭遇这样的事情 很多粉丝一直为林志颖祈祷 希望她可以早日康复 重新付出 继续驰骋在娱乐圈 你们说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